9月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 被问到是否会动用紧急法时,林郑月娥强调 特区政府直报之乱工作一直在持续 法力是否需要引用是乎不同情况 如暴力减退消失就不用考虑引用法力 因此她希望社会共同努力与暴力划清界限 不要再给暴力提供合理性 作为一个政府,我们是有责任看看在现行的法例里面 有什么适当的条文是可以应用 而是要有效地处理到今天这个暴乱的情况 这个工作是一直在继续进行 但是我今天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大家交代 因为这个是不断地去看究竟可以用不可以用 在什么情况之下是需要用 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需要用 简单来说如果暴力慢慢减退或者消失了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想这些法例来用 所以我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目标 希望都是大家共同来多努力 和暴力是划清界线 不要再给暴力是有一个所谓合理性 让这些大家不愿意见到的暴力 是持续在香港这样发生 林郑月娥表示 修理风波经过两个多月情况严峻 也未能预见什么时候可以完全走出困局 但她依然有信心有承担带领团队解决香港目前的社会问题 林郑月娥指出 停止暴力让社会恢复平静是社会共鸣 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筹备沟通对话平台 希望香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 不同政治立场的市民可以真诚交流 缓和社会对立情绪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